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逛街 聊天 不只是车上 在外面去看看别人 带着孩子 真的是一种享受 有一天 要加油 停在加油站 儿子下去加油 在那儿站着 我就到洗手间去了 到了洗手间 在那个小便池那儿 那个上头就放了一个空的杯子在这儿 我一边截小便 一边看着这杯子 我就在想 有的人只想吃完东西放在哪儿 不管后面 那对我来说 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没有问题 我截好了小便 厨里洗完了 我把这个杯子拿出去 找垃圾桶 我丢了 回来洗个手 再上车 我从这一个空杯子 我来讲一件事情 就是常常有一些年轻人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因为这些事情 多半在我眼里所看到的 发生的 都是年轻人 带着自己的饮料上车了 不管是上这个高铁 或者是坐捷运 或者公车 带着 下来放在哪里 不知道 不晓得放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跟我们的社会有关系 再严重地说一下 这个习惯跟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荣誉有关系 人家来到台湾 人家看到的中华民国是什么样子的 它应该的就是一个干净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的邻居的国家 人家就是那么整洁 你到乡村跟在城市里 一样的那么整洁 因为这使官每一个人有没有尽责任 记住吧 我们要当心 不管在哪里处理任何事情 我们可能自己制造出了一些垃圾 或者我们自己有一些东西要处理 我们就随便的那么一丢弃 这是绝对不对的一件事情 空杯子 我把它丢到哪里 但是你别忘了一件事情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不管是瓶子 杯子 什么饮料的 便当盒 就在那里放着呢 吃完了 没用了 就放着呢 这是对的吗 不是对的 这个犹如我们台湾 让我们自己每个人懂得爱惜自己 爱惜我们自己的环境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该尽的一份责任 上帝赐福你 上帝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环境